谁在洗白贾跃亭 9月19日 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 气温骤降 加上绵绵阴雨 让北京的街头变得行人稀少 但在朝阳区的798艺术区 却是热闹非凡 也是在那个时间点 易凯资本首席执行官王冉在微博发文 要为曾经在byte从林中猛眼狂奔的贾跃亭鼓掌 乐视手机背后是乐视电视 而乐视电视背后的企业是乐融之心